回顧一下,然後大概知道說進階大概能夠商碼一些東西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話大概就是 再來看那個什麼 台銀外匯我們上次講過了 再來就下載那個Yahoo!股市 另外就是下載那個 像台財的官網上面的號碼 因為好像有同學是做威力財的 去下載那個號碼 甚至可以把它歷史資料全部下載 然後分析一下 哪一些時間點出現哪一些號碼的機率 相對是比較高的 OK 如果你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當然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你幫助你 買那個像投注的時候的一個很好的參考 有沒有 像威力財同學我是不知道 不過我在路上常常聽到有人在討論 說要買那個威力財 因為他獎金 31億嘛 這次不是什麼 聽說是台新銀行的員工集資去買的 台新銀行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有曾經交過 有蠻多的學生都是台新銀行的員工 而且他們來學派生 會不會是那一些我最近沒有跟他們聯絡 不是 找不到人 沒有 所以 而且我會確實 其實有些東西到底是巧合呢 還是說他們真的有花時間去算 有沒有 有些時候是不是真的能夠算出結果 根據統計學得到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 當然 或多或少 當然可能 也許是有一些科學依據的 如果你可以把那個規則 把它大概找出來的話 或許是有一個投注的一個還蠻好的參考的 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聽過那個美國那個什麼大樂透 聽說連續兩期的中獎人都是同一個 新聞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你們可以找找 那後來呢 記者就是追查說這個人到底是誰 後來一查之下 原來是某大學的一個教授 而且那個教授呢 專門教的是統計學 但我不知道說這個 因為我是看的 因為網路文章也許有些是真是假的 不知道 欸 這為甚麼也太巧了吧 那到底是不是呢 如果可以算出來的話 那不得了 大家一定要學統計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最近應該那個大學排名的那個統計系的排名 應該要慢慢往前 有吧 對不對 因為跟大數據有關 因為大數據這部分其實還蠻紅的 有很多人把志願都填那個統計系 資工統計 對對對 資工統計嘛 你看 所以是相關的 而且資工統計系其實現在不叫統計 統計資訊吧 有沒有 或者它可能就是裡面慢慢 或者叫巨量資料 像東武就弄一個巨量 對 就是那個名稱可能又會 可能跟那個趨勢潮流有點關係 甚至以後會不會來個AIC 有沒有 AI的甚麼甚麼系 對不對 以後的話所有東西都加一個AI 有沒有 非常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 現在好像各行各業只要加個AI 哇 那業績就長紅了 對不對 有沒有AI飯店 欸 對 欸 你不要笑啊 像比如說你空調啊 空調為什麼不能人心化一些 對不對 所以冷氣以後不叫冷氣 這叫空調啦 空調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存在 但是它其實就讓你 給你最好的溫度 有沒有 紅外線敢吃嘛 你到底人在哪裡 你就往那個地方吹就好了嘛 現在新的冷氣都是標榜這些 還有一點電費又便宜 因為我家就換那種的 最近一看我家電費 去年都是四五千 欸 前幾年我有 因為我有記帳啊 而且我有畫那個 這個趨勢圖 結果一看去年 去年八月的電費單收到的時候是三千多塊 三千多塊 前年是四千多 去年是五千多 那今年應該多少呢 今年應該 有沒有 趨勢看 沒有 結果今年一看收到那個電費單的時候 都會嚇一跳 這是我家的嗎 一千四百多塊 一千四百多塊的電費 而且我幾乎是每天在家就開冷氣 居然可以一千四百多塊 比我定他家來的 他家是最新的大金的 兩千 一定是便秤 便秤跟不便秤 跟定秤真的差很多 而且我算過 大概五年就回本了 因為你算一算 你電費好了 你這樣算一算 你吹半年好了 你半年好了 每個月至少便宜五百塊好了 五百 然後乘以六 三千 三千沒有 不止 便宜一千好了 一千的話 一年大概就是六千 那你如果便秤的話 便秤跟定秤其實差價 其實差沒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電費可以省回來 是真的 那我不知道 每一個人的用電環境不太一樣 而且使用習慣也不太一樣 所以像我是有習慣設定那個 就是 它有一個什麼Eco的功能 就是它又冷又經濟 所以它會幫你算 然後它會有一些動感偵測 就是偵測你現在人在哪個位置 然後讓你可以舒服 我可能配合電風扇吧 而且電風扇我沒有買機械式 沒有買AC的 我買DC便秤的 就是直流電的 電風扇有直 有那個DC的 就是那個直流的 有沒有 電風扇有AC跟DC嘛 DC的那個電風扇 它就是直流電 直流電的話 電費是一般的一半以下 但最多的耗電量大概就30瓦 可是吹出來 電量就是風扇大概就像這樣子 而且它好處是更小聲 它可以非常弱非常弱 完全沒聲音 晚上睡覺其實還蠻舒服的 不是不是 我是買奇美的 其實台灣的那個馬達 做的其實也是 在全世界算是還不錯的 又電量又省 反正是只是提供參考 有沒有 其實就是 也不一定說只是為了省電 只是單一種舒適性 有沒有空調 所以我常常都忘了關冷器 像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還好我回去拿鑰匙 但是我忘記有沒有關冷器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慢慢就讓你感覺不出來 其實你是有開冷器的狀態 OK 因為它不是冷 它沒有聲音 很安靜 OK 好像在做廣告一樣 先暫停一下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上次上課大概重點提示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什麼呢 有關那個TQC後面我們有一些 我們這個進階課程也有包一張 這個證照的部分 那證照部分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的 有沒有 Python3的證照裡面 我把它放在裡面 就是在這裡下有一個叫做 Python3的這個擷取分析這一張 那裡面的話總共呢 會有四類的題目 那這四類的題目的話 基本上每一類有五題 那其中的話呢 第一類跟第二類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那後面的話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部分 第三類我記得它是會用到 有一個套件叫Numpa 跟Pandas 那第四類的話呢 會做一些所謂的資料視覺化的處理 會用到一個MainLab的一個套件 它就是讓你做出有點類似像Pow BI的這種 儀標版的這種套件 OK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就許必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先把這些題目稍微看過 尤其第一類跟第二類 第一類跟第二類的話 其實跟我們前面做的爬蟲 有部分的東西其實還蠻雷同的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上次了什麼 主要是抓取什麼 抓取那個 三個標題 抓資料 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CSV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存那個 TQC Plus官網 我們是抓那個 TQ Plus上面的名稱 有三個標題 存檔把它存成CSV 將來的話就抓取它的內文部分 另外的話 如果將來你要爬到資料 給Excel用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存成CSV 因為存成CSV的話 完全不需要用任何的套件 而且非常的簡單 有沒有 其實主要兩行程式 就是FW等於Open Open之後的話你要存什麼檔 然後後面倒點W模式 再來就會用那個裡面 一個叫Rite的方法 把一個字串 Rite 它就幫你存檔 所以在Python 存CSV檔 非常簡單 兩行程式 應該有印象吧 那這個應該是 把Python 輸出 匯出給 那個Excel用最簡單的方法 OK 應該沒有比這個更簡單 因為兩行程式而已 應該有印象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什麼 擷取網路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會牽涉到 有關HTML 跟CSS的部分 那我特別有強調 尤其是HTML的標籤 有沒有 小於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TITLE 就是TITLE 大於 這是開頭 結束的話多一個斜線 裡面的資料就點TES 把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那主要的應用就是用那個BeautifulSoup有沒有 BeautifulSoup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用 利用它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擷取什麼 網頁上面 只要你想要擷取的東西 基本上呢 都可以擷取得到 沒有問題 OK 然後呢 我們有用另外的一些範例 跟各位做說明有沒有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BeautifulSoup 我要抓哪個部分 要怎麼抓 抓的方法 有沒有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在0604裡面 那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底下 安裝 裡面有兩個網站 這兩個網站呢 其實相當的好 那我請各位回去 一定要 務必把它閱讀過啦 要不然的話 你們可能就是自己在買HTML相關書籍 另外這個 W3的這個 山寨的 裡面它有一些有沒有 這個這個測驗 所以你們假如說你有看過的話 這邊有20道題 那你就可以自己做做看 如果你20道題呢 做完之後全部都綠色的話 恭喜你 表示呢 你對HTML有一定的了解 但如果不是 請你再花一點時間吧 因為這20道題 都是屬於你應該知道的 OK 所以如果 就有點像 如果你要進這個領域 IT領域的話 一般有些 大家會認為是 你嘗試 common sense 你可能也要有 如果你沒有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你好像 為什麼 好像 有點沒反應的感覺 OK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認為這 你應該要知道的 如果你這些都不知道的話 那 表示說呢 你這部分 可能還要再加強一下下 可以的話 哇 這裡會發現 這太多東西了吧 OK 每一個每一個 可以把它設列設列一下 不過呢 剛開始 也許 你不太可能說 一下子馬上就進入 這個 這麼多東西 但是 可以花一點時間 也就是說 即便我們這個課程 會有結束的一天 但是你的學習 可能沒有停止的一天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可以再規劃一下 怎麼去完成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上個禮拜我們 有講了一些 0604裡面的相關案例 比如說我要抓 這個範圍的資料 那我可以什麼 直接去抓P 或者是你可以抓Body 有沒有 Body到Body 有沒有一個頭 一個尾 那我抓到這個Body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裡面的所有P抓過來 對不對 也可以啊 那你可以配合一個Find Find的話是抓一個 因為Body只會有一個 然後你可以再利用FindAll 去抓到裡面的三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一次就全部三個 三個 那個P全部抓過來 可是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如果你這個網頁裡面 P指的是段落 可能會有非常多的段落 那你也可能會抓到不是你要的段落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想辦法 也就是說 我是覺得爬蟲最麻煩的地方 太活了 也就是說 每個人看到的 或思考的 不一樣 寫出來的爬蟲也會不一樣 OK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每個人寫出來 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的 跟你看到的 不一樣 所以呢 也許我寫的也許就不一樣 但是呢 盡量喔 你們可以去多寫幾種 找出一種 就是程式最短的 邏輯最簡單的 你千萬不要喔 寫那麼多 然後最後做出來的結果一樣 那沒有意義啦 反而喔 會讓那個程式不好理解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台英外匯 我們上個禮 上個禮 上禮 上禮 就講到台英外匯 並且把它存為CSV OK 另外的話呢 還有講到Google 搜尋的結果 但你會發現喔 這個例子主要就跟各位講 很多的網路上面的資料喔 有的時候即便你用正常的方式抓 但是呢 卻也是抓不下來 那這時候你會想喔 原來他其實是有做一些 防止你爬的動作 那像這個例子就是說喔 因為他會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你的headers headers這個參數裡面 有沒有帶一些訊息 就是告訴我說呢 你是用哪一種瀏覽器 在 進到我的server 抓我的資料 那如果說你的headers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說你就是爬蟲 那他說 你是爬蟲 很抱歉 我不給你的資料 所以他會做一些邏輯判斷喔 所以將來如果你遇到那種狀況 奇怪我用正常狀況 我怎麼抓到資料全部都是空白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想說 那我試試看 我偽裝一下 偽裝什麼 偽裝成我是哪一種版本瀏覽器 試試看 會不會有一些網站 還挑瀏覽器 如果你是用IE 它可以讓你看 你如果用IE以外不行的話 這也許有可能 那怎麼辦 沒關係 那你就見招拆招吧 對不對 OK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就是說要懂得隨機應變 所以爬蟲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說 相對的那個怎麼 變化太大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要隨時 按照實際的狀況去做處置 這一點恐怕要特別注意 也比較麻煩就是像這種 課程也蠻難教的 因為每一次 如果網站又跟 像YouTube好了 然後更改 那如果我要抓 勢必就是會發生問題 好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請各位就繼續看 那個0605的部分 那待會請各位先稍微看一下台彩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怎麼樣 把那個台彩官網上面的 哪個地方 底下 比如說開獎的號碼 像威力場 有沒有 像這個什麼 這不知道是 這什麼東西 哪一期 開獎這些號碼 這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少買 它有什麼雙銀彩 還有像威力彩 還有像什麼 什麼一堆彩的話 如果說我們今天 如果要針對哪個部分 假設我今天希望幫我抓威力彩就好了 那我要怎麼做 威力彩 OK 那所以第一個進到這邊 第二個的話 找一下這個部分的那個 這個網頁 這個DIV 所以你按右鍵 找一下 那它的DIV 實際上就這一塊 不過你會往上推 有沒有往上推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當我游標 停在哪一個區塊的時候 停在這個區塊 停在這個區塊 DIV有沒有 它class 等於 是 這個 叫什麼 contents 底線box 02的時候 它的選舉範圍 就是我要的結果 那顯然的話 將來的話 我們用fine 對不對 fine 那你會fine fine哪一個 fine這個DIV 就可以把這個 裡面的原始碼 全部抓過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 縮小範圍 就fine這一個就好 那fine完之後的話 再去找裡面的 用fine all 把它裡面的每一個 所以每一個 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06 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裡面什麼 它裡面還是一個DIV 但是它的class的話 叫什麼 叫Bow TX Bow Green 所以你會發現 它每一個這個Green 都叫這個名稱 所以我要抓fine all這個 最後這個 叫另外一個名稱 我看 往下拉一下 所以是第三區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威力財 這一期的開獎結果 把這些列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謝謝黃玟 各位